张roz eas by 翘 好,我们可以上课 OK.我们前面打了很多可以关于 二阶或高阶的长 你方甚至是 那些跟解有关的理论 像各位小考的 等为线性 另外一个叫变系数 那这三类 我们今天应该会跟大家只能够谈到第一种 长系数的 不过长系数很直觉来看就是它那个 它那个系数啊 它那个Y方 或是Y前面的那一个 就是一个Constant 一个3啊5啊 这样一个常数 那我们针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要去解它 那我们会介绍怎么求它的通解 YH 那还会谈到说如何解它的这个特解 YP 因为各位已经从前面的这个理论里面谈到 我们谈到哪些事情呢 比如说我们的 假设一个 二阶的问题是这样 我们前面谈的 我们说如果你有两个解 是这一个 是这一个ODE的解 那么 一开始我们会先看 如果这个Rx是0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它会有两个解 那这两个解可能叫Y1 它叫Y2 那这两个如果都是它的解的话 它的线性处合也会是解 OK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第二个说我们如果要看判断 这两个解的关系是什么 它如果是线性相依 还是线性独立 我们可以算它的这个 Rx OK 然后看它是等于0 还是不等于0 用它来判断 它是线性相依还是线性独立 那更者是说如果我们已经判断完 它是不等于0 也就是它是一个线性独立的话 那么 折 我们可以认为所有的YH 呢 一定是Y1跟Y2的线性组合 OK 那接着这个 因为这是homogeneous case 那 当它出现一个non-homogeneous 比如说 这个F of x 不等于0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求我们的Y的结呢 就会把这个Y写成YH加上YP 那YH就是这一块 就是这一块 所以你最后的通解 其实长相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前面 已经大家都知道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课别去看说 到底YH要怎么求 YP要怎么求 有时候现在小小考试告诉你 已经知道了 可是如果还没告诉你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那个答案是什么 所以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样的一个 高阶线性常文办公式 它可能general form 会写成这个样子 那对于我们 那解它的这个步骤 就像我刚刚描述的一样 你首先呢 我们会去分这个F of x 到底在这个 在这个原来的通识里面 这叫R of x 这个R of x 看它是不是0 还是不等于0 还是不等于0 如果是0的话 我们就说 然后这个解就叫做 红的解 就是它求的是YH 如果它R x不等于0的时候 我们会求出一个 YP的 那接下来 我们再去个别 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这样的答案 所以解它的步骤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review的一样 就是像蒋力写的 你会把Y 你的YH先求出来 然后想办法求YP OK 但YH求的时候 你要确保 这两个 这两个 就是Y1 Y2 这两个 它的这个 R of x 它是不等于 也就是它是要是一个 线性独立的两个解 那这样才有意义 所以你的通解 Y才会是你的 YH 加上 YP 所以看到一个问题 一开始 它可能 给你的 不是0 就是R x 它是不等于0的 那你的做法就是 就是要先把它 假设是0的时候 解我们的YH 然后接一看 不是0的时候 解YP 所以我们待会就会来看 到底是什么解 我们的YH 然后是怎么解 我们的YP 那我们先focus 在第一种 第一个分类 就是长细数的ODE 也就是你今天呢 这个通式写成这个样子 但是其实呢 你这个A的 分减1的X 然后叫这个A1 XA0 这些细数全部都是Constant Constant 长细数 细数是长数的 就是Constant 可能是3啊5啊等等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 那另外两种 我们就等到 讲到 再跟大家说 它的形式会长什么样子 比如等为线性 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它又有什么分类 那辨细数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都先留着 后面再说 我们先看这个 长细数的 就是你的 coefficient 是个Constan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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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